那男的空校的門已經打開了 從我門前這樣經過 然後到另外一個空姐的房間 就發現有四隻腳在戳腳前面 現在就是牽很多人 他們就是把 牽的那些妹妹在後宮再用就對了 因為吃飯之後就是一定要那個啊 不然就是這個錢就浪費的啊 投資 空姐見了 聽說是不是空姐空校如果有曖昧 就會故意一直在換班 換在同一個飛機上 換班這個事情喔 是大家 因為我們可以在網路上 每個月可以看到自己跟誰飛 就你知道你不喜歡這個人 你可能會swap你的班 對 我如果跟網路上 我一定就每天都跟他一起來 而且有一次被我發現 怎麼樣 發現就是說一個男的空校我們同事 在另外一頭男生 然後另外一頭是女生 可是因為我是在中間這個 結果我發現很晚的時候 就因為我們住在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我們那個飯店是木造的 所以冬天很乾燥 它走路的時候會 會去駿駛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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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駛ствие 結果呢我就聽到那邊 我就聽到旁邊 有一個 就是那男的空校的門已經打開了 就發現他在幹嘛 他就這樣走路 從我門前這樣經過 然後到另外一個空姐的房間 可是因為幾點幾點 就是晚上啦 晚上睡覺時候就走過去 那我想說應該會再走出來吧 一個晚上害我都沒睡覺 一個晚上 我都沒有走出來 沒有 那你應該 因為它既然是木造人 你應該又聽到 後來呢 我是沒有仔細聽 但是我聽到有人在洗澡的聲音 那洗澡因為木造房的地板 所以他們洗澡的時候會搓腳壓 因為你搓腳會有聲 因為我那個搓腳的聲音嘛 就發現有四隻人搓腳的聲音 哇 你確定你聽到非常清楚 我覺得他聽到我是這個這個聲音 這個搓腳 太單扯了吧 搓腳壓 然後我就想說 晚上到底什麼時候出來 就害我一個晚上都沒睡 就想說他一直都沒有出來 我很忙 一直附在那個門板上 所以呢天亮的時候呢 天亮我們聽另外一個同事講 就是說因為他比較早起來 他就門打開就看到那個男的 從那個旁邊走出來 那有沒有神清氣爽 有沒有神清氣爽 很萎皮吧 很萎皮 或是氣色很萎皮啊 應該很開心 那他們兩個是都有各自有辦嗎 呃 女生有 女生有 就是我們知道那裡的有男朋友 喔 天啊 來唱一首綠光 好 然後聽Aries說 很多直播主 對 雖然說沒有男朋友 但其實他們男朋友都是經紀人啊 對 就是其實為了要多一點工作 他們就是要討好經紀人 希望你對他有好感嘛 所以就可能 就會跟人家去吃飯啊 唱歌看電影 經紀人這麼大啊 是經紀人簽他還是 經紀人就是簽很多人 他們就是把 簽的那些妹妹當後宮 在用就對了 我今天要跟誰出去 一三五跟誰 二四六跟誰的 那經紀人他可以幫他做什麼事情 就是多給一點工作 對 所以他的案子都在他手上 他想發給誰就發給誰 等於是 誰能被捧紅就是他 對 而且被簽緣有一個缺點就是 如果你不喜歡 你可以不給他工作 那你就被人弄在那邊 不是嗎 對不對 那這樣就很可憐 所以你就是要一直取悅他 對 天啊 有沒有比較細節的取悅 因為要拉收拾 所以他要講一點 黃毅東 黃毅東覺得你想得太多了 對 太官方 大家要知道說怎麼樣取悅 或是有沒有哪一些 他們有指出什麼樣的手段 經紀人是會說 如果你當我女朋友 讓你衝得更快 就人氣衝得更快 衝哪裡 就是人氣衝得更快更紅這樣子 對 就會這樣威脅 其實不需要啊 像上網紅就紅了啊 對啊 對啊 你其實完全不需要經紀人 來說真的 我沒有我沒有 不是我不是我可憐 我是說這是我們圈子裡 圈子裡 但是女生會怎麼樣 就是會真的爬進人家的 去敲房門或是什麼之類的 會比較主動去我們約人家 就約什麼約人家 就約經紀人說 約經紀人說 對 就是我們工作 會要不要去吃個飯啊 對啊 就女孩子自己會 對 工作結束後 你要不要送我回家啊 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是約泡的行為對不對 有沒有做什麼 我是不知道啦 他已經吃宵夜了 對啊 黃毅東表示 約吃飯之後就是一定要那個 不然就是這個錢就浪費了 投資 他一直在講投資的概念 他一直在講投資的概念 他一直在講投資這件事情 他一直在講投資這件事情